郭女士求助谁在说栏目组 说自己的婚姻即将面临崩溃 2003年 郭女士和丈夫文先生通过家人介绍走到一起 由于文先生是四传人 两人只好居住在郭女士的家中 本以为再婚的丈夫会是自己终身的依靠 但是再婚的这十年里 丈夫不可思议的表现 让自己实在无法忍受 那么在这十年中 丈夫到底做了什么呢 我身体状况不算太好 收获上 你看甭管大事小事的 反正出力不出钱吧就是 不关大事小事 与他有关不关 只要他看得不顺眼就生气 有点空门 老是跟我留着那心眼 来推一下大哥 大哥您好 大姐说跟您过了十年了对吗 对 说您老跟他留着心眼 您觉得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事 您觉得他留心眼吗 这个也不好说 因为我都是在外面工作 因为我纯烧的牙 有些早出晚归的 反正钱都归他管着 钱归他管 他那十年呢 我不知道他挣多少工资 现在他退了休了 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 就是退休金多少 郭女士告诉我们 到一五年三月十六号 就到期了等于是 后来我就也没给他 当时是我就想看看他问不问我 就是 结果后来他也没问 他这孩子上班了一部分钱 然后是他妈以前来扭下了一钱 他正月十四的时候呢 我说到正月十五就过了正月了 就是过了年了 十四的时候我就反正就想逗逗他 我说那个老公 一年了也没给你什么 我说的 没给你准备什么 给你红包吧 一个大单子 您还挺幽默 还挺浪漫 老公我给你一存单 合适人家自己的钱 没说了存单 我就说一年了也没给你 给你个红包 也没给你 来大哥 你好 当接到这个特殊的红包之后 您是开心呢 开心呢 还是开心呢 我就残杀师父 残杀他 他不拿着我就知道 因为我这边没东西了 知道吧 我也没听声 你就是这是您最后的东西了 不是我最后的 来个钱是孩子的 由他母亲也留了一部分 叫他孩子上班又一部分 那那为什么不存到女儿名下呢 女儿不是 嫁她不嫁在外地去了吗 哦 所以呢 存到了您名下 因为我对他这孩子 这么婚姻了 我不怎么同意 就这么回事 到11年呢 完了 在三层 接三层的时候 就从我紧的拿了十万块钱 12年我二闺女住院 完了 13年闺女们有结婚等于是 我俩闺女同时就结了婚友 完了 你说我真要看你 你这存单了 你说大事小事 您都不往处掏钱 当时 哎呀真的 我就说什么呀 咱有什么说什么 就是这个 出力方面 他真的 就是这方面 就是甭管是大事小事 都是他的那种 只不过就这经历方面 你怎么就不帮我承担一点呢 你说 关键是没有也就算了 对 完了 我就看你这七万块钱 你说我心里什么 自问 人家说 经过现场 专家主持人的验证 发现 确实不是存他病毒 他说这是他孩子 说他妈给留下的 后来我就想 那他妈给留下的 他妈03年就去世了 那就他妈瘫痪10年 93年就瘫痪了 那93年之前 他妈是在老家 他们那个四川老家 你说咱们这边 也挣不了多少钱 是吧 想来92年 4月15号瘫痪的 所以您这件事 立刻就觉得 他不是跟您一心过了 因为他的工资 就是说 他在单位挣的工资 我也没瞧见过 不是吗 面对郭女士的怀疑 丈夫文先生 感觉非常无奈 同时也非常的气愤 因为郭女士 经常瞒着他 进行一些大额的消费 他以前干什么事了 太逗了 都背着我 太逗了 他背着您干什么事了 也不跟我说 据据过来的 家里面卖了一个 一万五千多吧 一万按摩椅 我椅子都不知道 等我动物小朋友 回来以后 经本一看 装一锅 好像好大一锅 我这是哪儿来的 我买的 就这么来一句话 一万多块钱 一万一万五千 一万五千上 你上去按过吗 没用过 那你咋不用呢 我用不着 为什么 因为我说实际状况 不需要来玩 我自己 我自己 那你真是为了舒服吗 这个不舒服 那多舒服 你刚才在里面架着 你家的帮忙 哪难 你不让我 我落空往上 我落空往上 没躺 家家猴似的 来往 我来给 婚 这没办法 这个 她们的 她错过 我这根本就不行 妻子的举动 让文先生 很难理解 这个举动 也增加 这对半路夫妻 之间的隔阂 然而这一万多的按摩椅 只是郭女士 消费的冰山欲角 这四月份 我是三月三十号 我从北京到上海 到公英学习堂 然后呢 她四月份 是到了个什么 网金 一个什么商场 网金一商场 商场里边 气功疗吧 什么按摩什么都要 多少钱呢 交全块的十多万 那我交多少钱 我交六万块钱 你交一交了吧 我你观察观察 无许闹意赶紧撤出来 那回也是跟她吵架的 我就背着包就走了 我说也别打架 那么多姐夫们还有 结果一上屋 买了一电梯呢 正好人家那个小姑娘 就跟那等着 那感觉是 完了就拉着我 阿姨上那屋 那个坐会儿 怎么着的看看 让我们老师给您瞧 就是怎么着看看 您那个有什么毛病没有 就去了 到那之后 人家就给我按摩 给我那什么的 就足疗嘛 后来还捏得还挺舒服 完了就让我说的办卡 不是怎么着的 等于说就办了一张 那个足疗卡等于是 多少钱 那个是好像几 一千多万 是两千多万钱 不就您就直接告诉我 最后交多少钱 最后反正这个连来来去的 就是六万块钱了吧 相信 我怎么觉得 这有欺诈的感觉 不是我这正坐着呢 人家没准那个 就是这刚坐完 那足疗还没坐到什么 人家又给你搬一腹部的 那什么的 要不然就告诉我 给你刷完了卡了 使我们的卡都刷完了 您看看怎么办 那我就得还人家 不能 回来以后 还有我 你们如今如今一万多万 将近八万了 他说你别让人骗了 我说已经让人家骗了 我说的 我说要不然 你就帮着我去跟他 就理了理 因为他把我那腿 已经给我做坏了 那天编导看了 都肿的那什么事了 所以 您还别单说 人家大哥 不管是存款 还是取款的事 您就这一项 就干进去 六万块钱 然后 这个您还不知道 自己错在哪 您基本上属于 气死人不偿命那种 你看就是 跟您这一轮 就是对话 就是六万块钱 这事啊 发现您是一个很难 听进去别人意见的人 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 分几种类型 您是其中一种类型 就是笑着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有的人是 动不动就变脸了 您要给他提一点 哇 就怒了 有的是呢 没反应 也没听 然后呢 您这种呢 是最不容易被那个识别的 如果这六万块钱 不是您这么花的 是大哥这么花的 您看 估计大哥这条命令 丢进手里 回来您就得 跟他没完没了的 就得 就得说这事 就肯定饶不过他 但是你看您自己弄的 您看 我们都认为您上当了 受骗了 您还说 没啥事呢 好像是吧 就不会说 换位思考到别人感受 你比方 他说这个七万块钱存折 您觉得 没放您手里 或者您不知道 是他的错 可是咱这话说回来 任何事情一利一弊 这七万块钱 就在您手里 您哪天 大哥您认为 他又惹您生气了 您又上哪 捏哪去 他这七万也没了 这可怎么弄啊 那我说还不如 您偷膜藏起来 这钱省得被人骗了 更好 他们就在 起码就在家里 还没怎么讲 我这个也知道 上当了 你知道吗 还没怎么讲 还没怎么讲 我用了四句话 我用了四句话 才把您拦住 还没怎么讲 就说了两件事 您舍得一万五买一个 按摩的椅子 一万五 咱们且不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 反正我认为 五千块钱按摩 已经很高级了 什么功能都有 这个当然了 我也确实见过一万 也见过两万 但是咱家的经济条件 是不是够得上 买两万块钱的按摩椅 反正我是从来 没舍得买过 那么贵的椅子 揭茬就是 就是这一笔大的消费 你说人家刚才说 好 我再讲一件 那也就是 从他的表情里面 我们可以断定 你要真的憋足 让他讲 估计他还有好几件 能讲出来的事 那你想想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 我们就在想 这是什么问题呢 刚才在对话当中 得到验证 就是 你想表达的时候 你是不太听 别人说什么的 比如说 我特别想说的一个话 我刚才用了 三次最大的声音 你才意识到 哦 那还有个人说话呢 你根本 前面你都不觉得 那是个人在说话 你明白吧 这个都是你无意识的 所以说 这个人 刚才跟我一握手 我还真的挺喜欢他 实实在在一个人 从他握手那一瞬间 我们长期做这样的节目 基本上这个人 一搭手 就能把这个人 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这不是迷信 这是经验 他是怎么握的 怎么判断出来呢 就是满板钻 非常用力 就是说这个人 非常真诚 所以说他的状态里边 和他前面的那种 那种与人打交道的 那个瞬间 我们 参比这两种表情呢 我基本上从他脸上 要看到一种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无奈 就是有很多他无奈的东西 是你认为他不对的地方 他无法从你这里 得以解决的 但同时他还一直 维系着这种东西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的感情 还没到了 因为对方做过错的事情 必须爆发的程度 换句话说 我已经第二次了 我不能再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这是第一次的婚姻 我都敢保证弄不好 你们已经上过办事处了 郭女士为何没有 及时停止自己的这种行为 而面对妻子的这种不良消费 丈夫又为何不制止呢 究竟二人当初 是为何走到一起 带着这些疑问 主持人让郭女士 暂时下场休息 让文先生独自留在场上 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 您觉得基础好吗 没有什么基础 那是05年1月7号 然后得了一个朝阳公司 在一起多久结婚的呀 反正一月份 开始结了一面 六月份反正结婚这儿 也只有半年左右 后来就领证了 您觉得在这半年中 她对您更好点 还是您对她更好点 基本上要说 应该是我对她最好的 我觉得我反正 用心的去那什么了 一般人家 要太太六万块钱 买个按摩卡 在做这么多大姐 你们要六万多 买个按摩卡 故意老公得急吧 是不是 但是您呢 反正就是生气 但是呢也没有急对吗 还急没用 你给几百钱啥用啊 钱花都花出去了 你再给几百钱 大家都不高兴 货币来 她是有我的钱了 我的工资也都在里边 都不长 不是光是她的 那就是 那里挺好的 你那个什么呀 你六年 单位解散 我这个工作关系 转在那个 春天集团那个人才中心 因为就没有合适工作 因为我是开车的 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工作了 那干什么呀 解散了没办法了 那边就是说 一个月就发八百块存活费 这八百块能做什么呀 她的工程量孩子上学呢 高中上大学 都是您供的 都是我供的 还有就五口是吃喝 我拿很多钱 文先生告诉我们 自己和郭女士结婚以来 为家中付出颇多 自己不但照顾郭女士 对郭女士的两个孩子 更是视如己出 但是这些 妻子都没有看到 这让文先生非常寒心 针对文先生的抱怨 郭女士又会怎样回应呢 一切确实如文先生所说 丈夫对自己照顾的 无微不至吗 我们零五年领了证 完了之后 我零五年 我就 我就贪了 等于基本上又是 为什么 腰椎间盘突出吗 我又不能自理了 等于是 他就是还摇不舒服 后来他就挺烦的 是 他就说我怎么倒霉 怎么是 就说 丢那什么 完了他就基本上 也不管我了 就是 他就该回他那边上班上班 我就在我家那边 他认为娇气 后来我哥哥知道之后 我哥就拉着我去 瞧去了 满处的就是 完了之后 后来 有一次我自己上 往京医院瞧的 也走也走不了 站也站不住 我就凑合着 就反正是 你不管怎么着 我也得瞧的 后来完了之后 那当时就给我 开了住院单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那怎么着 让我住院 结果人家他也没回来 也没什么的 这也是 就 我就没跟你说 为什么我就纠结这点 说甭管说平时怎么样 说我有毛病 你最起码呢 就得关心一下我是吧 所以这十年中 其实您觉得 您的幸福感 特别少 作为一个女人 就是 反正就纠结这点 就是我有毛病 他就不问不问 等于是 完了他还烦 你知道吗 上上礼拜吧 我在早堂里摔倒了 我都没听见 我听见我里不去吗 真的后来 我出来以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老公 你也不张得去看看我 我都起这么长时间了 等你差不多 有一小时 我说我又 真的又死了 你都不知道 早堂 这是 就是我在家洗澡 没有 在你家 后来我说你还看电视呢 我说你也不去看看我 我说刚才我都不知道 怎么就摔在里头了 就歪人 我得去 他不是自己妻子能不去 他又不生气还好 我跟他说完了之后 他就特生气 他数了我 数了完了之后 他站起来 他就走了 他就洗澡去了 洗完澡之后 他就钻被窝睡觉了 我就特生气 你知道为什么男人会生气吗 男人属于有问题 解决问题型的 就是他是逻辑思维 你比方说你在 那个浴室摔倒了 你就大声地喊我 我那开电视 我听不到 你哪怕你砸玻璃 你砸门 你只要让我知道 我第一时间就会冲进去 是第一个扶你的人 您摔了 您不告我 然后还出来怪我 让我洗澡时间长 你怎么不进去看看我 那如果进去呢 又该说了 一吓我一跳 我洗澡的 你进来干嘛 最后闹了 这男人老觉得 我干什么合适 显一老子说得真好 就是说夫妻啊 这个男人跟女人的 思维方式不一样 女人迷散心思维 就觉得说 我是情绪的 我是需要爱的 我是无时无刻 不需要男人关怀的 但男人不是 你有事说话 他没有那么细 所以您给我的感觉 就是也许在 第一桩婚姻中 您被否定了 没有得到过什么 特别细微的那种爱情 然后您是不是特别 期望在她的身上 得到一些温存呢 或者是什么 你好 还像一个小姑娘一样 在要一种 就是王导老学的那种 老公 对的我没有那种 内心也是 就是说俩人 说也没有别人了 最起码能坐下来 聊聊天什么 基本上一天 你的老公吧 别就急是吧 就是不解风情的那种男人 可能这个也跟他内心有关系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建议老师说的非常好 只是我们几乎见过太多的女人 都是让男人猜 你猜我在想 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 现在需要你做什么 而男人呢 这个绝大部分是 你告诉我让我做什么 哪怕是我做不到的 我想办法 这就是男人女人的那种区别 真是老婆 所以说很多男人女人 在这方面 最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你一了解 其实根本不是两个人 谁的问题 是两个人 他不是一个性别 对 你明白吧 对 他这个 让你猜的基点挺高 你是不是其实也不敢 跟他太让让 我也不想跟他让让 因为俩人嘛 你想就我们俩人 你们俩总体上来讲 谁更霸道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他那什么 他比我强势 你要想 他哥们那个孩子那边 就说的结婚 完了之后 去了之后 不是得碰见他那干儿子吗 他干儿子有小孩了 我就提前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咱们给那孩子 明天去肯定碰到那孩子 咱们得给那孩子点钱是吧 要不然就是觉得过也不去 他说不用 没有那么多的事 后来我说那也不行 我又碰您了 你说你不给 你作为干妈干爹的 那什么的 其实也没人给我引人 叫干妈 就是那我也把我 自个儿当干妈了 自己把自己先摆上 太可爱了 我就跟他说 因为那红包 他就说不用 第一次个影 你要去叫干妈了 结果后来去了之后 等到人家那个 结婚典礼都完了 吃完饭了 他让我上厕所 你上厕所吧 当然咱们还有那么远的路 我上厕所了 等我上厕所回来 我们走了 就跟人家打招呼走了 后来我就觉得不合适 你说我就看着那孩子 我心里都不行 我还是给这红包的 因为我都装好了 他说不给 可我也装了 完了之后呢 后来我 他们就往前走 我又回来了 我说那个 我说那什么 我给孩子点见面礼吧 然后儿媳妇就说了 干妈不用给了 刚才我干净给了 谁又露我 这儿全开的 后来我赶紧就找过一天 我说我怕你干净忘了 不是那个人家都准备红包了 你就让他给了得了呗 您干妈还偷偷给啊 他没跟我说准备红包 你吵 头天晚上商量吧 他问我就说你跟不给我红包 跟不给钱 我说 你吵 那就不用给 我说没那么多事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然后我想他后几 我想他 我说我身上还有一千块钱 我得了 你起了起了碰上了 我就跟他吧 就让我回事 我就跟他说 对 文先生的态度 让郭女士非常不满 郭女士认为 结婚多年 丈夫从来没有把自己 真正放在心上 甚至连自己的生日 和二人的结婚纪念日 都记不住 这让郭女士非常寒心 面对郭女士在现场的质疑 文先生确实回答不上来 这让现场的专家主持人 不由的也质疑起了文先生 对待这段感情的严肃性 不是大哥 大姐哪天生日 不知道 别着急 我都记住了 我真不知道 我一般不记住 我生日我记不住 都还没有我记住 那好 我再问您一下 您自己的女儿的生日 您自己女儿的生日 我家里人的生日 我都记不住 连你女儿的都记不住 那能理解 那她是很爱女儿 但都记不住 那能理解 一般他们的生日之生 我都不记得心上 因为有些孩子 老爸 我哪天哪天生日 哦 我说对 差不多了 就那么有印象 一不高兴 我跟就一万里过行 您感觉您对大姐好吗 我感觉对她挺好 是啊 我觉得应该也挺好的 对啊 我感觉对她挺好的 为什么她不满意呢 她也不知足呗 知足是长度 她不知足就不挪不起来了 是不是 您觉得是她事多 女同事把困人 失了不见 是有点多 我问她 我说咱们结婚 咱们领证多长时间了 她刚好不知道 其实女士 她真不知道吗 她不是那种 但是我只有十年了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 她真不是说不是那种 哪天领的证啊 是6月28号 我得记不住 真记不住 您现在必须记一下 从现在开始记住 6月28号 6月28号 生日哪天呀 有爱因理说 我们家仨就是5月19 您觉得三个孩子 关系好吗 还行吧 基本上还行 请问 三个孩子您认为 是您对他的女儿 好一点 还是他对您的女儿 好一点 都一样 您觉得 我觉得一样 您觉得呢 我觉得我对今天 两个孩子好 基本上孩子 只要他有什么要求 叫我能做到的 我都能满足孩子 好 那您觉得他有什么 对您孩子 做得不够的地方吗 举个例子 那我就说了 说吧 孩子生第七年 对不对 应该生孩子 在我这生孩子 因为他们没有公公婆婆 因为他得上海的 公婆得江苏 生孩子的时候 他们又过去找不过他 你知道吗 哎呀 太委屈我了 他生孩子的时候 刚是刚那个去医院 完了他先去的 完了我就去了 生完了之后 是我从护士手里的 抱过的孩子 哎呀 太委屈我了 我想知道 您自己的孩子 要生孩子的话 您一定会伺候月子 这个生孩子 伺候月子了吗 您 他生完了之后 您直接说 您伺候月子 我没伺候 对呀 您听着 为什么没伺候 他生完了之后 我给他抱到 那个病房里以后 我就是碰着 孩子小车都不让 那姑爷 别碰 回头你给磕着 完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我碰什么都不行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不去了 我说他我不歇功了 我请假了 不是吗 我说我不去了 我到那怎么都不是 你知道吗 后来病房里的那个 那个阿姨完了第二天 我去了之后 哎呦 刚才说 说的 我们还说呢 说的这个妈真好 钱都好都那什么 说后来你猜人家 说那个你那闺女说什么 她不是我妈 是我阿姨说的 每天我都下了班之后 我得过那边去 到十点多钟 九点多钟 我就坐九八八 木班车 我再回来 连我住的地儿都没有 等于他们就住 我们俩那床去了 我们那屋就没有地儿 住就一个单人的了 那也就是说 您伺好院子了 就没有 没住在那 对 我每天晚上 我都过去 对 每天我都下了班 我就去 晚上我再回来 等于是 完了那个孩子的被子 什么的 孩子的小 小骚被子 什么的 都是提前还没生的时候 我妈就给做好了 因为我不会弄 就是我妈就全都给做好了 我把斗篷也给买了 把那个 那个镯子 就是银锁 银镯子 我也都给买了 完了之后 就是家里 我妈他们也该买的 都买了 我同学也是 该买的也买了 该给的钱也给了 就是完了之后 给完钱之后 人家 就他那闺女 就跟我同学 连句话都没有 钱 我妈他们 结婚的时候 我妈 我哥孩子结婚 我妈给一千 我妈就说 说虽然她不是 咱们家的亲孙女 是不是 说的可是呢 每个 我大孙子结婚了 我给了一千 这也是孙女 我也给一千 就这样 你问问她给了没有 等她闺女结婚的时候 我姐姐妹妹 哥子他们全去了 全给了钱了 我扫了他们 当满月的时候 也给了办了 也全都去了 也全都 我妈他们 该给买的衣服买了 该给弄的弄了 我也是 斗篷该买买 全都 等于当妈的 这些东西 就该买的 你得给的预备 等于是 烧店 是这么回事吗 是这样吗 有什么 烧店的什么的 我也都给她买了 买了人家不用等于是 她下班过去 吃点饭就走了 待会就走 这事实 知道吗 就这个问题 我希望24小时 在那陪着 然后需要吃什么 她就做点什么 她是瀑布惨的 你知道吗 是这么回事 但是姑爷的那个态度 您是清楚的吗 那我不清楚 你瞅 但是第二天 她就说了姑爷了 你知道吗 老板不跟您说过吗 她嘴硬才说的 以前她没说过这事 就当天我就跟她说了 完了她第二天 她就说那姑爷的了 她说姑爷的了 当天什么时候我说的 你看她就什么都不承认 我没办法 我从过到医院 她当天 第二天她就说那姑爷的了 你知道吗 她后来就跟我说 得了你也甭生气了 我说她了 刚才说的 她是后面回 出了院以后 回到豆国庄了 她给我提出来 我说她闻 我这姑爷都闻 她说我没有 我说姑爷有没有 我以后不去 怎么跟你阿姨说话 你知道吗 就这么回事 那我还每天上医院去呢 基本上 她跟人家庭房里人说 说那是我阿姨 我还每天都去 我每天都上医院去 所以让我碰这孩子 我也跟她说了 挺生气的话 我说我不去了 我说 可是呢 我还是得去 因为什么呢 她没有妈了 就是说我这俩闺女 我不能委屈了 这闺女是不是 说的人家娘家人来交婚 都回去朝着人家什么 你看就是说 我妈她们都来了以后 就是连礼都没礼那茬 这件事 也没人说说 去说两口子 朝着我妈去什么的 没有 丈夫的指责 让郭女士非常委屈 因为她认为 自己以及家人 都已经尽力尽心 反而是文先生一家 有来无往 失了礼数 为何文先生会有这种感觉呢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地狱的差异吗 还是说 在这件事的背后 又有着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好 那我想知道 现在您住的那个房子 是这位大姐的吗 是她的 就两间房 两间房宽是 那个什么 六米五 厂是十三米 改的时候 我是从我们单位 到同事 借了钱 现在这个房子 写的是你太太的名字吗 这个房子 现在不是太太的名字了 以前我盖房的时候 是她的名字 现在呢 然后盖完了房以后 09年 那个贴签办的 丈娘 这个房餐的时候 然后私自改成 她女儿的名字 申请的时候 是我申请的 然后把这个 不是拿回来 以后呢 我一看 我说 怎么就是写的 什么孩子的名字 她说达队改了 我不知道 我说达队改这个名字 随便改这个名字 不通过一行吗 那不可能 对呀 我说可能吧 反正我不知道 大姐您好 您不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 这个她可以上 我达队那去问点 我就问什么 我现在问 这个 这样这位女士 我先问您一下 对 女士 当时啊 这位先生说啊 之前那个 宅地地使用权 写的是您的名字 是不是 我们没有那个 宅地地使用权 那什么 这就我们的就是 等于说 那我们 我们那几排房子 都没有那什么 就是 大队给的那个 两间房 完了之后 你交多少多少钱 那样 完了后来到09年 那不说要拆迁吗 完了后来 就等于说 得要那个 人家拆迁那块 得要那个什么 我这正找这个 先生我问您一句 您什么时候 发现她这个过户了 发现就娘完了 没多少钱 不到不到一会 也就拿下来了 成全了吗 后来 没成全 现在有产权证吗 没有产权证 还是那个 现在改为改 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后面事 我问您一下 您现在有宅地地 使用权证吗 没有 有房产证吗 没有 那现在这个房子 有什么手续呢 就是人家大队 给了那么一个 简单的那个 一个那个 我这正找的 不是吗 有一个证明材料 就给那么一证明材料 人家给 就是说那个拆迁的时候 是谁的名呀 是怎么着的 结果就这几排房子 全都是这孩子们的名 全都是 我还问人家 我说为什么写孩子的名呀 他说这个 你就别问我了 说的 说这个是箱里边 发下来的 说的 说完了之后 这就跟房产证一样 改也改不了了 也就是说 他们村确实是 那个房子 都写在了子女的身上 对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一个 另外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能 武断的认为 这个女士 她做了手脚 把这个名字 换成了她女儿 如果说 确实有那么两三个 子女是这种情况 那想给子女 解这个能理解 如果都是的话 我觉得我们 还是应该调查清楚 再给这位女士 下结论 这对再婚夫妻 在彼此的信任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面对他们的问题 专家老师 会给出 怎样的调解呢 其实这两个人 因为是再婚 再婚 两个人心里 都没有安全感 其实你看这位大哥 上来以后 是一个特别有礼貌的人 大姐呢 一上来以后 乐呵呵的 可是 当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多久 没有看到他们俩的笑脸了 大家想一想 当我在采访大姐的时候 在我的印象中 一个小时的采访 一直都是笑着的 我当时还说过一句话 我说大姐一直在笑 大哥也是 当我采访他的时候 他是一直乐乐呵呵的 可是当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看不到笑脸 所以今天 我们就是怎么能够 帮他们找回笑脸 彼此都踏实 和放心就可以了 大哥请您搬椅子 坐大姐身边 好不好 好 哎 特别好啊 哎呦 哎呦 你怎么能弄去 你妈呀 来着 哎呦 哎呦 你椅子高了 那边有一个东西 你帮他弄弄吧 对 那边 那边 哎 对 对 往上拎 哎 哎 谢谢 我给你解读一下 刚才其实就如同一个心理游戏了 你看啊 这把椅子不行 是吧 然后呢 王方说让给降一点 然后先生去降的 给您先降椅子的时候 先生说一个 坐着 别动 这个话呢 就是先生很殷勤的起来 去给您弄 但是他用比较僵硬的语气 说了 坐着 别动 这样的语气 然后听着就如同刚才的握手 握得很实在 但有点生硬 这是他的性格 而且呢 可能妻子去世以后 又当爹又当妈啊 什么这些都对我们的人格特征会有些影响 包括您也是一辈子一个人拉扯俩女儿 也是弄得挺硬的 所以说 这个两个人呢 就会硬碰硬 其实你性格中还是有很多比较轴的那种东西 你们刚才所呈现的所有的问题 是很多我们俗话说的半路夫妻都面临着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 如何完全对对方那种信任 尤其是各自都带了孩子 那在这个时候呢 那就必须得人为的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现在你们为对方所有的有挑出来的毛病 这个我认为都是因为想要的不够而找到的一种理由 这位先生其实你的心里有一个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你住在了他家 这是很多男人有意无意的这样一个心理上的障碍 就是毕竟是我住到他家了 这个时候男人其实有很多敏感的东西 就容易担心怕别人说什么 尤其是像你这种高自尊的男人 选择了住在他家 你更容易有一些有一些敏感的东西 而这位女士呢 我基本上认为 其实她从内心还是很爱你的 虽然她不说 但是她很清楚的知道 你在她心里很多地方是完美的 我相信她更多的时候 她言也要是讲给别人 更多的是我丈夫的这个多么好 我丈夫多么厉害 我丈夫多么聪明 这个其实她还是很以你为傲的这么一个女人 她的内心对你的在意呢 远远超出了你对她的想象力 她的这份在意 有没有换来你对她这份在意的关注 这是值得商榷的 注意不够 不管是因高自尊了也好 还是因为不够深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不管前面你们有多少问题 我认为这位男士 你还是要做一些智慧上的调整 否则的话就会有一些麻烦 那我得说说大姐啊 在做大事的时候 您别老给自己找理由 我觉得您有一点我不太喜欢 您爱给自己找理由 因为她气我了 所以我花了一万五买了一个椅子 因为她气我了 所以外归因 就你的那个归因系统啊 都是指向外边 其实屡屡出现这种大笔消费的这种事情 这别说是什么半路夫妻了 这位先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居然能够没有和你打翻了天 这是一般这个家庭中最难容忍的一种错误 就是你等于就是把这家往死了整 你真要是按那个你这个标准的话 那下回还有十万二十万的 那现在这个当街上这种事情多了 所以说打今儿起 凡是要超出多少钱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制定个规定 一定得要跟这位先生说 哪怕你都管钱 你起码你得商量 这个事你不能 你随随便便把这么多钱就造出去 就算是完了 你有发票吗 有 发票 都有 是正式发票 不是就是他们那 对呀 那都没用 他说他们没有发票 任何合法经营的企业 首先都要开发票 这是他要履行纳税义务的 他说他有开发票 也是别的单位的 你也你又告我 没问题 那就说明他这个单位存不存在 只要他这个单位是合法的公司 就必须要开发票 这要向国家纳税的 他如果开别人的也违法 首先我建议你们去的时候 还是要取取证 我估计他是不敢给你开 因为他也知道他收这个费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如果他不开发票 你们当时就站在那里 首先我们这是要怒不音 要证明你确实交了六百块钱 让他开发票不给你开 当时就站在那里 马上给税务局打电话 他有税务 专门有税务的急查电话 你直接打急查电话 最后一个问题就解决什么呢 这位先生要想 原来他这么在意 他的生日 他的什么日 什么结婚纪念日 既然他这么在意 这位先生非常简单 你要有手机 那个手机上都有什么 记事本提醒 这种功能都有 你别不当回事 实际上就这么简单 你找了这么一个 在意这个细节的女人 那你就得人为的去做 我认为你们这日子吧 就谈不上红红火火 但是也差不到哪去 所以说我认为 没啥大事 其实我们说 在婚家庭当中 会有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是搭伙过日子 还是合伙过日子 是信任 其实就是有一个信任 其实从一开始 您说发现那什么七万块钱 当然我看了那不是存单 那就是个开户申请书 真正的那不是存单 因为那个取钱的话 还需要最终 那个一本中的存折 那那个是怎么是 三年的那个什么呀 就是说到15年3月16号 那个是什么意思 你们之间啊 很简单的问题 其实您在家里边 一句话呢 可能就把这事问清楚了 但是就是因为呢 我拿着不问 然后心里于是产生了什么 怀疑 这个一旦产生了怀疑的时候啊 就容易猜忌 越猜忌 就要往那不好的方面猜忌 其实很简单 我说一下先生 我听您说一下 您同意吗 其实啊 当时就那年 开了一个账户 有一个这么大的存值 存了存了七万块钱 这是一本通的存值 当时他开了一个户 是这样吗 对 就是那张单子 只能证明当时他存了 是不是存了七万块钱 这个您得承认吧 你直接退 那他那我就想问问 他就说那个 就这个我们结婚十年了 等于是说 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孩子们 上学的时候用过他 老二零零七年就上班了 老大零八年上的班 等于是我们俩零五年 领的证 我说满大满算 给你刨几三万块钱 这三年 一年刨一万块钱 因为他爸那边还给钱的 是吧 完了之后 我说那这七年的钱 面对专家主持人的调节 其实你们俩相互要的 其实你们俩相互要的也不多 对不对 你想让男人跟你交心 你得温柔啊 是吧 相反也成立 你要想女人跟你口气好 你也得跟人家的那个交心呢 你想要一个人的心 怎么个要 你管天天在那等着 这个人心交给你 你得 你得有一个地方 把这东西搁 你天天心要来了 你给他晾在院里晒着 过两天就干了 而且刚才您自己也说 当您生病的时候 说他是白天黑夜的照顾您 那么就说明这个男人 其实他从很多角度来说 对您还是不错的 不错 他自个儿也说 他说除非他不会生孩子 剩下他都会 所以你看你们俩是 欣赏着又折磨着 而且刚才其实你看 有个心里的小东西 比如说我说 先生麻烦您搬凳子 到这位女婿跟前 然后这位大姐 立刻挪到了您身边 说明大姐特想靠近您 大哥 您觉得这十年的婚姻生活幸福吗 还行 还行 希望再幸福点吗 可以 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你看看我就不好意思 你们是哪天结婚的呀 6月28吧 好 今天是几号啊 今天2号 6月2号 26天我们看您表现啊 到时候发张照片给我们 我们给全北京观众看看 行吗 行 好不好 咱们过一个结婚纪念日 好不好 大姐 好吗 这样您是不是能开心点了呀 如果他能每年都这么做 你们一下心就走近了 就别猜忌太多两口子 好不好 好吧 中修中修期间 中修期间业主还要面对家人 施工方 建材商等各方关系和各种计划外事件 可以说是费心劳神 有人甚至因压力和焦虑过度导致家庭不合集身体不适 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 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装修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 一旦问题出现又将如何有效的去应对和解决呢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就是这样一个在装修上遇到了大事的家庭 画面中的这位女士就是今天向我们求助的家庭的女主人 这个家庭究竟遇到了怎样难以解决的事情 一个小时前 这对夫妻向编导讲述了自己家庭的遭遇 您看我们这房子就70多平米 五口人 那怎么住啊 就我们俩人您看 您看我们俩人就住这儿 这是个客厅 对对这儿是一个客厅 我们就搭一个本来说就搁点先抽搐两天 你看我们含着 两含着都二十多岁了 一个水床一水沙发 男孩女孩啊 一男孩一女孩 那多不方便 是啊 您说大热天 您说这 您说这屋我们老太太 您想说热的 一个件的山就跟这儿好 再热点 天老脱老光榜的 您说今儿感冒明儿感冒 哪瘦了 就这儿 原来2015年3月 这对夫妻开始装修他们期盼已久的新房 一家五口临时挤在一套两居室内 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在将全部工程款交付完毕之后 他们却遭到了装修大罢工 联系过他吗 联系 我们天天找 天天找 电话打不通 打通了人告诉他没在北京 要不就是等等等 基本就不接电话 一直在拖延 对对一直就拖 他为什么拖延呢 他说他没钱 他说他钱都干了别的了 咱也不知道啊 你们交了发钱了吗 交了呀 我们交人就九万多了 我们家就这点钱 我们都没打算花这么多钱 谁知道一给钱人没眼了 这找人找不着了 有合同吗 有合同 盖章了吗 盖章了 有合同有章 但就这个人现在找不着 就找不着这个人 他也不见我们啊 电话都不接 他们口中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为何会卷钱离去 我们今天又能否找到他呢 我就找他 就找他 就找这个人 对对对 拿走我们九万块钱 我们本身要住新房 您说着急的 他三十多岁吧 三十多岁 四十岁左右 三四十岁的中年 为了这件事 做女士和丈夫也争吵不休 这个原本十分和谐的家庭 如今因为这个话母而不得安宁 跟我家爱人 我俩老 开始就老生 我埋怨他 他妈就天天我俩就吵 吵到后来呢 后来也不说话 都不敢提这事了 我下班回家也不敢问 一梦就生气 着急嘛 他天天我俩睡不着觉 也吃不下饭 我俩都瘦了好多 谁看见都瘦 然后想着该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后来就 有一天他晚上就睡的 睡的 撑就坐起来 哎呦 我说你在干嘛呀 他说 我可想起来 我给谁在说 打电话 我找谁在说 当时我就哭了 我就 实在是没办法了 真的 我们就没遇过什么事 都是平平安安 什么事 我们也不说 坑人 也不骗人 就什么 都没有想着 能碰上这样坏人 一提起这件事情 左女士就忍不住 流下眼泪 她不明白 为何自己会遭遇 这样的事情 好当时还签合同 对对对 签了一合同 然后我们打电话 联系上她了 她就赶紧拿了 背书 背了一包 拿的合同就来了 来了呢 她还说 带我们去另外一间 就说另外一间 她给装修的 也是三驱使 跟我们家一样的面积 我们说挺好的 装的壁纸也挺漂亮的 橱柜也做得挺漂亮 我们说挺好的 挺好 那就行 那就让你装吧 后来她就拿合同 跟我去我们家 到我们家就写 就签完了 就说多少钱 当时规定的工期 是多长时间 3月8号签合同 4月28号到 干完 她说的 您是一签合同就给钱了 签3月8号签合同 第一笔签是3月11号给的 给了个一万 第二次又给两万 第二次也没过两天 但没几天呢 她又说再要钱 要钱 打电话 要钱 这样那案人就说 你赶紧给钱 赶紧给人家吧 等第三次要钱呢 她说呢 我去订币纸人的要钱 订门人的要钱 那是第三次给了多少钱 第三次就接纷8万块钱 我们就都给完了吗 我们给完8万块钱以后呢 她又找我们要钱 又找要一万四千多 有一些我们就那会儿 就觉得这个就要骗人 她干活的时候 就我们去过几次 她那还没人 我就给她打电话 说那个 那个怎么没人干活呢 她说人堵车呢 这我们也没想那么多 就干呗是吧 因为换了门 还没给我们钥匙 不你当时没怀疑吗 当时就怀疑 其实我们后来就怀疑了 就已经钱都给完了 就想着你赶紧 可是没过几天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昨女士再次的画木 产生了怀疑 贴壁纸的过程中呢 就有两个小伙子 也就来了 去我们家了 去我们家就说 早前来说那个 我们还给她干的活呢 贴壁纸都没给我们钱 就这样 后来人家还报警 人派所人也去了 小伙子说那你得找她去 您当时没担心 我们那会就说 她也不是又跟哪儿骗了 橱柜的也到我们那儿 去找她去了 说橱柜钱 她还盖人好些钱呢 说欠一万多 结果我们家聊完橱柜 挺长时间的 说怎么没人来安呢 我家矮人就去买橱柜那儿 去找去了 说怎么还没给我们家做呢 人说没给我们钱 我们做什么呀 这又又着急吗 这不 那最后这橱柜装上了吗 没有 到现在也没装上 就因为没付钱 对 那这件事 您总该找这个华先生了吧 找一直都在找嘛 找他 他说 哎呦我 我几号几号一定给你弄完 一定给你干 他老是这样说 面对华某的种种借口 左女士再一次选择了信任 或许是因为已经将全部装修款付清 无奈之下 她才不得不信任华某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左女士坚强的内心瞬间崩塌 6月4号那天 就说给装地板了 这都隔了好长时间了 给你们装地板 那个说快装完了 我们去看看去吧 去看人说 大哥您该付钱了 给钱吧 我们说 我们钱已经给了 干嘛跟我们要钱呀 后来人家说 他说了 他说给 跟你们要钱 说你们付钱 我们就给他打电话 一打电话 他又呼叫转移 又不接 一会儿还挂了 这就找人家 人家地板 人家就着急了 人家老板 后来我们就说 那个 那个 你已经安上了 咱们商量商量 一块找他 你跟他要钱就完了 人家不行 本来锤子就砸 就砸地板 后来我说 我说您别砸 我不让砸呀 好容易给我们安上 是吧 我们赶紧要住 后来那什么 他人家就砸墙 砸地板 砸墙也砸 看着那个本来已经 出好的地 现在变成 又变成 水泥地板了 之前我们就 我们就 我们两人没事就过去 他也没在 也不干活了 我们说 赶紧地把卫生间 厨房地都插插 都归着归着 我们就说赶紧弄完 就省得他来再干了 就赶紧干活吧 我们就去 打扫了好几回 插干净了 来了地板 又来了 地板来了 又拆走 又乱七八糟了 我现在都不想去 那新房了都 一去就伤心 我们也不是多富裕 俩孩子都那么大 来上学 是吧 老人是要看病的 他心脏也不好 因为装修的事情 左女士与丈夫之间的关系 也产生了变化 相互之间指责不断 原本平静而和谐的家 因为这件事 变得鸡犬不宁 还有我们老妈 就是多了 天天的热的 我们老太特别怕热 我们说 我们凑合凑合 是吧 凑合两天 老太特多热的 天天受不了 我们在那 还得跑着去找他 去打电话 我们就 就光跑这个 一下班 于是在节目录制前两天 栏目组编导 陪同左女士和丈夫 来到了 未必突中去的 这家中学公司 悄文无人应答 这时记者 不仅对这间公司的 真实性也产生了怀疑 刚才有人的怀疑 打了电话是让过来的 你也是这段爱人 其实也因为这装修的事 你们之间也有了矛盾 对我们俩现在 哎呦 我们俩现在矛盾可大 来路上我还说他们 我说你看 就是不听 我说咱是吧 多找找 多打听打听 他行了 就救他了 就就这样 这不我老埋怨他吗 就是最初定下来 找这个华先生装修的是你爱人 对 从根儿上 您觉得是他选错人了 对对 那他难愿您什么呢 他说我别叨叨了 天天的 天天叨叨叨叨叨叨叨 多烦呢 天天的老叨叨他 就就这样 也就是说先生 没跟你提出什么解决方案 没有 就就说找吧 找上哪找去 你说我俩这就天商量 我说上这找去 他说那也找不着 就这样 就天天跟我瞪眼撩叨 就这样 说那也找不着 就这样 天天跟我特横 我这 我后来就不言 说就不提这个 就因为这个事 好老是 我要一打电话 找那个人吧 我说给他打电话 他打什么也打 打也找不着 别跟打 就这样 也不让我打 也不让发信息 三月份签合同到现在 三个多月的时间 相信您爱人心里也很煎熬 听你打的事 好吗 来包 请教先生 您这也挺瘦的呀 就用这中修脑子 是吧 他什么事 大大咧咧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 为什么说 你说这么多人中修 人什么时候都没有 就让我赶上了 你说我不知道用什么 你知道吧 您觉得这个华先生 是值得您信任的吗 干事 就觉得他也给人家 别人家 干事 你说谁哪边贴着骗子 谁也不知道 他什么事 后来我就有点怀疑 就不给钱 我说先不给他了 他就不行 他说你赶紧给了 给了 给了 是第三个 是吧 对 我们就是怕什么 我就是怕什么 你现在就是 你已经用上了 你就相信了 对不对 你不给钱 不给钱 不给他 别人就停了 你说 你到时更多 你到时你说 你给停十年八千 你还得 后来用什么 用那币子要钱了 你们当时也找他了 你就没问他 为什么币子都贴上了 你不给人家节钱 人家找我们要钱 他说这与你没关系 这是我们 我们认识的关系 说是指量关系 是怎么着关系 他说我这与你跟你说不着 其实我说 他带着马 叫谁 回屋来 刚才您没上讲之前 这女士说 其实对您是有满怨的 因为最初就是您定了这个人 对 对 您认可自己的失误吗 看这个怎么说 你赶上了 但关键是他说 有一点 您以前也不跟他生气 现在因为这个还总生气 可不说老打架 您说用这个 您说 那您跟人家生什么气 你看这爱人也 他有时候老续子 老到了 老到了没了 我就烦我这到了 老 你也没了 到了 你也不去找 也不干嘛 老跟家等着 你可不 你本身他就骗了 你老等着 你等什么时候去 你还等他给你赶活 那你不找去 他这也有时候 您说吧 有些骗了 我这没法能 他就是 我跟你说 刚一看 又说月底 月底给你保 给你完工 您说我找 您说找的 您说找的有什么办法 你说打 啥办法 对不对 你说 就是他刚才战着 你看着 您说你有什么办法 他说我不管了 你还怎么着 怎么着 就这样 你去找去吧 你们现在家庭中 一个是期待要解决的是 这个装修的问题 对 我看你们夫妻俩 现在之间交流上 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连两句话都说不到头 就吵起来了 其实两位现在的这个 共同面对家庭困难的状态 并不是说特别融洽 和睦的携手面对 而是你们之间 还有很多需要沟通 调和的矛盾 就没办法了吗 想不出办法 可不可以 就俩人就嚷嚷 先生以前创业是嚷嚷吗 不不嚷 也不嚷嚷 从来不嚷嚷啊 这他在家上线这种态度吗 低这个头挺好的 他这 我这 不不 不好说 他在家呀 天天拉的脸 拉 你怎么不给打呢 你哎 怎么弄 怎么弄 就这样 来先生 我不管了 我建议啊 您坐这边来吧 你们夫妻还面对面 咱都把心里的这个埋怨呀 或者委屈呀 不愉快说出来 先生 岁数好像比这位女士有点大啊 怎么孩子才在上学呀 你们俩是 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 你们夫妻情况 我们两个就是都在婚的 在婚 因为他比我年龄大 大一些 所以说 说到这儿呢 我又想起 他 他说呢 我比你大 我什么 我什么不懂呀 我什么不比你懂啊 我呢 就说 哎呀 能过得去就过得去 什么事 他说就说吧 反正也没什么大问题 是吧 说就说吧 就这装修这事呢 他呀 他还这样 可不我就老说他嘛 这装修这里的吧 我说有时候啊 这里呢 这里他们兔子太大 你知道吧 你让他给我们装地板吧 他给我们要了四千三百多年 那天一 他给我们就砸了这把 砸走那把那 他还花两千块钱 他等于里外里赚我们两千三 我知道你们当初找他 其实特别特别的难 太难了 就找他 特别难 这个不是我们一家找 好多家都找他 你知道吗 尤其那几个供货上 全找他 都在找他 都找他 你知道吗 就通过在我们小区租的 零食那办公室 他在小区有零食办公室 在我们小区开始 他已经搬走了 他不租的 人家别人家房嘛 我们就到 我就到居委会 这家房租 我说您帮帮我 我们装修的 让人家给骗了 您帮我查查 他公司租这家房的时候 是不是有联系电话呀 人家告诉我 在哪哪哪 我这就赶紧就去找 去那村里 就找找他了 还真找找了 就是他实际的住址 他就跟那看电视了 人家那儿 翘腿 伙哥的桌子 这么着 跟那儿看电视剧呢 后来我就进去 他看着他还挺闲的呀 是啊 他根本就没帮我们 这当回事 要不我一进屋 就特别生气 我就看他 我说我们这都急死了 就那个我打电话 他都不接 我就在他外边 时候打电话 我都不接 因为院里 好多家 我说打一电话 看我听听 电话在哪个屋响 他都不接电话 就明知道 你们都着急成这样了 对对 他一点都不着急 先生当时去了吗 我没事 您都没去呀 这种侦查 反侦查这种工作 您不跟您爱人一起去呀 万一他们之前起了冲突 怎么办 我那个 你知道我 跟家照顾的老母亲 你知道吗 当时有什么 怎么能处这个结果呢 他进去 他就说 大姐 因为我手机 我开了一录音 录音 唯不会使的手机 也没录上 要不也没给你们提供 我就开了 我就进去 就跟他说 对你紧张 你着急 我也就说 要一证据 我说我九万块钱 已经给你了 是吧 我也让他说 他说 是 我知道 我都收了你们了 后来我说 那九万块钱 你给我 你给我去公司去 开发票 正式发票 他就把他身份证 我从这会儿 才把他身份证 他 对 11号 他才给的我 他说 我给写的 我这身份证 他说 我都给你争的 身份证 我给写上 写上欠多少钱 然后登记钱 然后我六月20号 必须完工 他签证 他还写的 我说 我这不就 当时就取他公司了吗 后来他就在那保证 跟公司人保证 说我明天就开始给你们家干 第二天 他就说挑 带我们去买地板 结果他又没拿钱 又让我们自己去挑去 我也没去 我说 那你先借钱去吧 就这样 那是最后一次见面 然后又找不着了 然后也没再给他打电话 后来又打了一回电话 他说 其实当时你们想找这个人 是费尽了周折 对 找到了 就是可费 打电话也不接 打了无数次了 都一天 我一天从早上起来 就开始打电话 他拿他手机打 然后我拿我手机打 一天最多打过多少个 发信息 打过多少个电话 一天没数 我就说 20个有吗 有 20多个的 刚才听到你们夫妻俩 在那儿对话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 她是有这种意识的 她知道去取证 你明白吗 即使说您将来 要走法律程序 您也得有证据 不是说仅凭这一纸合同 因为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 还有很长的一个期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种增向 各种情况 其实都需要您取证 包括就您交给她的 这个装修款 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 所以说 我觉得这位女士 是有这个意识的 但是您没有这个意识 其实这是风险非常大的 您要知道 其实我们在法庭上 打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证据 所以说您必须要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在双方协商的过程当中 这个取证是非常重要的 左女士这个时候是费尽了 各种周折 终于找到了这个先生 但是您也是想弄清楚 这位先生如果没钱了 或者不能给你们装修了 他背后还有一个公司 也就是我们这个合同上 虽然刚才这个龚先生说 这个合同上 这个张这个公司 所谓的公司呢 是没有施工的权利 但毕竟有这么多公章啊 毕竟这位华先生提供的名片 是一个公司啊 那这个背后的公司 是不是能给你们一个说法 这个公司的领导 是否认可这个华先生 有没有这样一个华先生 在这个公司里 其实你们当时去之前 心里都没底 对 完全没底 对 我相信装修这个事很大 到这个时候 你们已经找这个个人 像先生说的都没信心了 就即便我找着他 又能怎么样 他说一句没钱 他拿不出钱来 咱也不能打他 也不能怎么叫他 只能是一场 无休止的拉锯战 如果这个时候啊 这个公司能够站出来 作为这个华先生背后 实际上他的领导的话 那真有可能追回你们的损失 那真有可能 把咱这装修继续下去 也许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对 但公司会不会认可 公司会给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您的那个 他那个华先生 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一个老家关系 他就是一个戒指的 他的盒子 他就过来跑着他拿盒子 拿盒子 他的盒子还是没有盒子啊 还拿盒子啊 盒子是没关系 他随便拿 你都没有人在说 他又叫人就拿 那我认为是要盒子 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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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是放闹的吗 对 随便你放闹的 收入这个盒子可以 现在各种盒子都可以了 所以那天你们报经理说 他偷的你 刚干的 那有个办法是不是 是他确实也 确实我们喝的 他也 我们等我们都可以靠他 我们有叔叔 我们拿着你的钱 我们有叔叔 我们也是报的 来报经理说钱 那就跟我们 你们的收集长怎么样 跟我们收到的不一样吗 不一样 知道吗 那叔叔我不可能给你的 你知道吗 这个叔叔 那我们那叔叔就不能看 他可以这么看 那我们全部就是 你都给你干 你们是不是学不一样 不一样 不是 我们是陈姨叔叔 他这人不是你一家 找我们 你知道吗 嗯 我别的 我一家 我一家了 你以为的 我家都不来找我们 都都来找我们了 你以为我们 我们也不是 他自己给你们 那他是您的朋友吗 也不是 都不是 你等我都烦了 您老家 我们老家 把我们干 我的婚人 我找的 他都不别 不是特别认可说 和这个花钱有关系 我刚才听到 他说一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他说 有活的时候 过来拿 拿合同 所以说 我从他的这句话 我基本可以判断 实际上这位 所谓的这个工长 他是没有任何的经营 就是经营这种 装修合同的 这种资质的 也就是说 他是不能承揽 这种工程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资质 而且呢 他跟这个公司之间 实际上啊 如果说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 他是一种挂靠关系 就是说我有活的时候 我就拿着公司的合同 去外面签 去外面签合同 承揽合同 实际上这个公司跟他之间 没有任何的这种劳动关系 这种在法律上也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他以这种挂靠的这种身份 去对外面签订合同 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这种合同是无效的 今天因为这个左女士家里这个情况啊 而且很多 我相信很多家庭在装修中 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专门请来了一位 这个装修方面的专家 实际设计师 龚建先生 龚建先生 其实我看您啊 这个思考了好久 就是像女士家里 这样的问题 其实确实上整个家庭 都挺不好过的这日子 其实我从刚才那小片放的时候 我这就是一个失误 为什么 因为他那份公司的章 就不能盖这种施工合同 对 他叫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他根本没有施工资质的这种公司 他是设计公司 这个合同呢 其实正规的话 是从北京市的工商组局去领的 这个合同肯定是买的 这个挂靠 其实目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常见 因为很多工长 他自己接施工 然后呢 他也没有信誉度 只能靠一些公司拿这些章来 去来干 其实刚才里边 公司负责人 我觉得其实跟他们都认识 可能都特别熟 有一个那种相互利益的一个模式 但是他们肯定有一个承诺 就比如说这工程出了问题 别找我们公司 你自己解决 所以他也不负负这个责任 但是其实这种方式呢 还是因为我觉得 您对这个行业还是太不了解了 其实我现在啊 觉得 最担心的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工程整个施工工程中 他们都没去有工地的 不懂看什么 我担心以后你的防水 是不是漏了 把楼下的烟了 要赔多少钱 所以你们现在对自己 这个乙装修部分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质量 对 对 也不太清楚 所以这准备你们要面对的事情 还有这么多 对 我们遇到很多的这种案件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最大的风险 就是没有风险意识 他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 所谓的这些壁纸和材料 其实你心里没有任何的这种概念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风险 那么其实这就是你最大的风险 您跟我说一下 现在您的房子 还有城市没座的 大家跟我说一说 现在就是地板 地板没庄 地板没庄 那个拮据没庄 拮据没庄 那个灯没庄 橱货没庄 门呢 门都装好了 门他也是骗的 我现在都担心 你有什么门呀 什么拮据呀 是不是都没付钱 回头人家都找上门来说 你们家这就是得付我们钱 我们不管是谁结账 铺在你们家 你们家得给我们钱 对 是吧 不是说单身人来要钱 我跟你说啊 这个 这个 您说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们叫主材 门呀 地板 砖 橱柜 拮据 这种主材呢 如果是大包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主材的付款方式 肯定是和您施工付款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个 比如说定制产品 像门和橱柜 它需要定制 那就需要交一个 70%到80%的这个定金 然后剩的钱 这最后安装结束以后 你们验收完了 认可签字 再付清那个款的 这样有一个制约 你知道吧 但是您现在都付完了 就是说就哪怕装上以后 行不行就是它了 你也舍不得拆 是不是 那等于说你对质量根本没有要求 只要能走路就行 这付上以后 所以真的是担心 你们以后的质量问题 对 刚才我看到你们那个合同当中 其实它是一份标准的合同 不管它是买来的还是怎么样 但是它那个合同条款 其实是比较齐全的 关于这个工程变更这个增项 其实里面是有约定的 如果说有增项 必须是有双方书面签字认可 那么它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不是说它直接不经过你们的同意 它就直接增项 那个是不符合这个合同约定的 其实如果说你们当时在签合同的时候 认真地看过这个合同 关于这些问题 双方都不会有争议 如果说它拿不出来 双方签字认可的这个增项的这个内容 绝对是不给它付款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场这么多观众啊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家里装修 有没有遇到问题啊 咱们也一起聊聊吧 我们因为也是第一次装修 装修完了以后 也是地楼漏水了 人家楼下来涨了 装修中间吧 三天要钱 两条钱 东西我们也是每天盯的 买东西 跟他一块去买 我们掏钱 完了以后 你们掏钱不是全包哈 不是大包的 不是全包 但是说装修完了 比如说一万块钱吧 我们付了一万块钱 临走的时候 说你那哪还有问题 是多少多少 还有多少钱 又多额外 都要了四千块钱 嗯 后来我们想着装修完了 这四千块钱 吃点贵吃点贵吧 就想着买个平安就完了 就这么着 也是出了很多问题 当时你们算是 就是分项目去干工程的 没有全包 那是半包 还是怎么做的 你说是 它是全包 但是材料 我们跟着一块去买 这也是一种方法 那个龚先生 就是像他这样 说是全包了 就跟他们的形式一样全包 但是买材料 我跟你去 付钱我付 我得知道你这东西是什么 多少钱 什么材质 这是一种方法 对吗 但这个太累了 太累了 对 而且其实对于 就是您的这种 对装修行业 的一个理解的程度 您去了也是白去 我能这么说吗 因为咱们是第一次装修 咱也不懂 所以你去 比如买那五号白也好 对 你看我喜欢这种 那该怎么办呢 就去了也看不懂 那交给别人又不放心 这该怎么办啊 其实现在 我们在做的一些方式啊 就是这种 比如说我们前期 把这个您装修里用的 所有材料的品牌 型号都写好 然后呢 我卖这个雷验收 然后我不管你去哪买 无所谓 但是最后您材料到场以后 通知我的验收 我必须签字 我觉得这个是您 承诺我的材料 我签字了以后 你才能用 那我们怎么才能看出来 这是不是 你说的是实木 我也不知道实木 和那个复合板 有什么区别啊 如果有品牌型号的话 就可以 品牌型号 这个很重要 而且现在 都有这二维码可以查 你可以直接查 你所提供的品牌 这个型号的材料 是不是你所承诺的 没错 到底是什么质量 对 这是一个方法 所以还真像 这个龚先生说的 您要不懂 您跟着去 对 也看不明白 而且人的这个包工头 和这个就是供货方 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肯定远胜于您 对 你们之间的关系 咱们说了这么多 这个装修中 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也还有 积极的例子吧 这个建议老师 我知道您现在装修 应该有很多经验 是这样 就是我正在装修 然后过去也有过 几次装修的经验 然后也有一些 经验教训 是吧 这个行当这么深 你也得做功课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说 利用这个网络 就哪怕我两场录制之间 我再忙 我可能不能清理现场 但是我搜啊 我那个搜索能力强啊 然后比方一些东西 我该补上的 一些知识 我先补上 就是你们这时候 这位先生 你得出来 你这时候 大家中的大老爷们 你得出面了 就是说 哪怕咱就这么说 经济上先亏一点 咱们再投一点钱 先把工程往前推进 我觉得你们俩团结起来 这个特别关键 您说这 您说这太对了 团结最重要 对对对对 您对妻子 其实有希望 是吗 有期待 您说说呗 听那个王敬一老说 对对 心呢 完照先自个儿 咱们不行 先弄 自个儿该怎么做 怎么装 对不对 没钱借钱 咱们装 装安证完照 咱们该怎么走 怎么怎么走 就该去找这个人 该去打官司 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个方法 都是可以商榷的 那么刚才建议老师 也给你们的这个建议 其实说就像咱们工程 先进行下去 但是对于之前的这个工程量 我建议你们要留下一些证据 为什么 因为将来如果说双方的这个合同 被宣告无效了 那相互返还 那么他实际工作的这些工程量 你们钱是要付给他的 所以说如何来确定 他的工程量是多少 那么在你们 比如说我新的装修队进来之前 那么你们要对之前的这个工程量 你们要有所 你比如说我可以拍一些照片 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小的提示 如果说我最终认定 现在其实我基本可以判断的 这份合同就是无效的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合同法的规定 合同无效 所谓的无效是什么意思 叫制使无效 就是从你们签订合同的那一天起 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 那么这个合同无效 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双方相互返还 你比如说你现在已经付给他的钱 扣除他的工程量之后 他要把这笔钱返还给你 我们先生有什么建议 包括这个关于装修 我相信不仅是左女士一家 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会遇到一些不太懂的情况 您关于这个我们老百姓装修 我们有什么建议 几点几点的建议 我先说他们这个事该怎么解决 好 这种事情我们遇到很多了 先这样 首先要请监理公司 现在任何一人出去的东西都是没有法律效率的 请监理公司 然后监理公司来你们家去判定 目前的收入量多少 然后质量怎么样 监理公司嘛 对数量的质量它有监理的 那出去一个具有法律效率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拿这个 然后你开始进行下边的活 然后如果发现 监理公司发现这个东西可能需要整改 防水不行 漏水了 比如电管没接上 或者水管没有接通 暖气被打压 然后这些事情都会发现的 他会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心态处理还不晚 是吧 然后你再找另外的工长 或找另外的人去帮你收尾 无所谓 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有 可能律师说的特别对 这个时间有取证 那取证就是监理公司 取证是最有法律效率的 监理公司 但是这肯定要付费的 我们在实际处理案件当中 也是建议我们的当事人这么做 所以说这一步是非常重要 如果想继续进行下去 这是第一步 这中修啊 首先不要着急 然后不要盲目跟从 这个很多人犯这个 这个毛病 盲目跟从 就首先自己要主见 而且呢 我们首先要想到房子呢 未来是怎么住 这一定要想好 我是常住 还是第二居所 或者说这房子可能 住两年 可能又卖了 或者换房子了 这要想好 那这里面会趁着什么问题呢 我投资费用 可能是十万 可能是五万 可能是三万的投资费用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房子 我们到时谁做主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投资费用 那投资费用呢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消费实力来去走 所以说呢 前期呢 我建议就是在装修之前呢 我们先要去这个市场去转一转 比如说北京这些市场高中低档的 都去看一看 大概问问价格 基本上心里会有个数 那倒往下就是付款方式 但是这个付款方式呢 就是一定要把 我每次付完款 到什么程度 再付下一次款 你节点要说明白了 不是说你说该付款就付款了 不是这样的 我房子做完了 你必须付第二次款 是吧 我第一转提完了 你第三次款 一步步要说明白 这个节点的位置 什么位置 还就是说里边他所包括的 所有的主材 你听我说主材啊 门 地板 砖 橱柜 拮据 过门石 窗台板 然后所有这些主材的品牌 型号 数量 等级 环包 等部 全列出来的 他列出来以后 他去做和不做的 心里是有一个制约的 你知道吧 然后还有辅料 也要列出来的品牌 型号 环包 等部 这样呢 你最起码有一个标准 就如果后期有扯鼻的事情 你得知道我跟他去谈什么呀 所以谈人说 这当时他没写 我们用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规范 那您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所以要写得特别清楚 这就是个麻烦的事 中修其实就这样 要不省心 要不省钱 所以呢就是 你选择这样的施工呢 在后期呢 其实对于我们这业主来说 去盯工地啊 这个其实特别不合理 根本就不懂 所以这个事情 对业主来说 懂这个太难了 这是一门学问 所以说呢 我们也没必要懂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该去看什么 就是说在前期签合同的时候 其实这份合同 您前来就没看过应该就 对 对吧 其实应该看看里边 很多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违约方面 赔偿的方面 然后对环保检测的方面 对质量检测的方面 它都有标准的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对您是有保障的 因为您看看 那合同装修保修期是两年吧 然后那份合同 应该是保修两年 水电改造是五年 应该是这么烈的 但是您说现在都找完这人了 以后这五年还能找他吗 对 对吧 一旦把你电器全烧了 或者说水漏了烟了 这责任谁来付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前期 要把所有有隐患的地方 都要写出来 落实到纸上 不要靠说 而且呢 就是为什么很多业主上当了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因为 这个贪便宜 比如套餐啊 现在 然后送什么礼包啊 什么打折呀 然后送什么样的优惠啊 很多业主贪这种便宜 所以结果就是 您涂了这个便宜 最后你损失那个利益了 我相信不仅是左女士 你们这一家 先生 你们要去反思啊 以后 咱别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就所有的这个装修的 这个电视机 观众朋友也一样 一定要慎重 装修的这个 内容太多 太复杂 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才能啊 在装修之后 住上属于自己的 满意的新自家 针对于现在两位这样的情况 我们老师提出了一些建议 从法律程序上 包括现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 相信你们多少是 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吗 但是你们二位啊 我倒觉得装修是一件大事 但你们夫妻感情 那是大事中的大事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 而搞得两个人感情疏离了 对不对啊 不吵 现在专家给建议了 我们就心里就有点谱了 有点底了 其实一场装修引起的家庭风波 我相信在现场呢 两位现在 不会再是对立的局面 而是兼并着兼 共同去面对 我们总会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 而我们这些节目录制呢 也特别希望啊 提示我们所有装修的朋友 装修一定要谨慎 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在拥有了自己的新房的时候啊 把这个装修工程 妥妥善善的完成了 全家人安安稳的搬到新家去 左女士代表的是 我们很多这样的家庭 对 希望大家别像我们这样 太麻木了 就装修 这个左女士都是 以自己的例子来告诉我们 这个朋友们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啊 早日住进自己安稳的家里面去 最后我们希望 这期节目能给电视机前的 广大正在装修 或者即将准备装修的家庭 带来启发 如果一旦不幸遇到了问题 也应该成熟冷静的去处理 尽量避免因为装修的问题 而伤及亲人之间的感情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的感情 感谢观看